我之前2017年买第一套自助房的错误 所以新移民可能跟大家一样 不像现在 现在我整个团队都是我选出来的 当初反正咱们华人一样 来了以后先找朋友 所以给我推荐的地产经济 其实很有经验 反正他带着我去看房 别的卖房的经济 如果是华人都管得到前辈的 他做的年限也很多 很有经验 但是毕竟就是没有被我筛选过 他给你买房的更多是一单 没有一个长期的规划 你要买的贵 他也不会拦着你 你要现在想买 不想等以后再买 等房价再跌一跌再买 他也不会拦着你 他不会主动的去让你犯错 这他直接操守了 但是有时候你非要去犯错 他也不去拦着你 这个我觉得这是大部分的情况 我们地产经济还都是比较敬业的 但是就是说能不能做到 你非要犯错 不让你去犯错 导致他生意受影响 这个我觉得确实也比较难 不是谁能做到的